吉安鄉公所在日前辦理了七月份 慶生暨融退感恩大會 欢送三位在公所服務超过二十年以上的同仁 恭喜他们终于可以卸下职责 荣获公务人员毕业证书 乡长游淑珍及公所同仁们也特别致赠纪念品 表示感恩与祝福 一句我毕业了 终于能卸下二十年来的工作职责 吉安鄉公所日前在三楼清明堂 举办七月份慶生暨融退感恩大会 其中有罗阿美魏正和徐日生 等三位在公所服务满超过二十年以上的同仁 工容货班公务员毕业证书 也是慢慢的成长 我也学到了很多很多 那当然我也是感谢 从以前就是历任的厢长一直到现在 不管是哪一个 他们都是进行经历的 大家一起工作真的很快乐 有受有效 把欢乐带给大家 大家真的蛮不错的 才贵做到六十五岁 乡长游淑珍也特别致政工在吉安的玫瑰十匾 感谢他们的青春岁月都是无师奉献给了吉安相亲 同时也祝福与会所有寿星及同仁们平安健康 我们每个月都有庆生会 今年七月也巧遇我们三位同仁要一起来退休 我们相信在我们公务人员的服务生涯里面 不管是三十三年二十年或二十八年 我相信在他们的足迹里面一定充满了满满的回忆跟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圆满 所以我们今天透过我们的青春会要谢谢为我们长期服务的每一位伙伴们 我们相信吉安相公所是大家的家 我们要提升我们的服务能量来精进我们的服务特质 当然也要给员工最大的幸福跟信心以及承担的力量 巷长游淑珍切下蛋糕把祝福分送给每位同仁 大家吃着蛋糕分享着过往点滴充满温馨氛围 而这场庆生即龙退感恩大会 最后也在同仁们满满的祝福当中欢欣圆满落幕 记者许立琴吉安相报导